2024年9月28日凌晨 以色列八架F-16I 发射了15枚2000磅炎体炸弹 摧毁了纳斯鲁拉所在的真主党总部 2024年9月29日不到24个小时 刚接任真主党的哈欣也被以色列干掉 纽约时报引述多名美国以色列前任及现任官员的话分析 从2006年开始就投入了更多的情报资源追踪真主党 除了网络工具外 以色列还在黎巴嫩上空部署最先进的卫星 以及更多的无人机 不断拍摄真主党据点照片 让这次的变异突袭队 成功歼灭多名真主党指挥官 以色列还释出了真主党被杀的高层组织图 就像灭酒族般一级重地 所有的敌人都必须知道这个 然后我们再结束了 2024年7月25号 纳坦雅胡在众议院议长主导邀请之下 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台下鼓掌是理数还是别有他意 仔细观察 连原本应该担任主席的副宗的贺锦丽 都以另有行程为由缺席 民主党政治人物已经清楚表达支持以色列 但拒绝纳坦雅胡政府 包括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参议院民主党团的第二把手德斌 德斌斌公开表示 我会持续支持以色列 但我拒绝会现任总理起立欢呼 有一个信息 如果你们攻击我们 我们会攻击你们 在伊朗里没有位置 以色列的矛盾不能够到 那是整个中央的东西 昨天二十年九月三十号 纳坦雅胡直接上伊朗人民喊话 标示伊朗的暴君 并不关心伊朗人民的未来 伊朗识得更好的领受 中东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联合国大会上 王毅也赶紧喊话 巴勒斯坦问题是人类良知的最大创伤 加沙冲突仍在延宕 平民伤亡 与日俱增 伊巴嫩战火又起 强权不能代表正义 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夙愿 不能再被毁避 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 不能再被无视 全面停火刻不容缓 两国方案是根本成功 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 结束中东战事实现中东长治久安 做出努力 中国外交部网站上表示 中方敦促各方 特别是以色列立即平息局势 防止冲突扩大 甚至失控 以色列一举让真主党几乎坚灭 也让伊朗丧断了两只手 那台仰湖不畏压力的攻攻 让中东战火不止 让人担忧的失控局面 没有人想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